大家晚安 我是吳姐 歡迎收看今天的綁島單元 借看一下 今天的節目會採用比較不一樣的方式來介紹 因為今天要防的島主熊仔 他本身是一位國外領隊 現在因為疫情關係不能出國 只好靠著改島來建造世界各國真實存在的景點來接接引 他同時也是個遊玩時速迫遷的重度玩家 喜歡的動物有艷厚 大吉和張丸丸 正因為島主他的職業與特別的島嶼設計概念 今天防島會用一種跟隨旅行團環遊世界的概念來進行 請各位乘客們準備好一起搭上飛機前往他的島嶼吧 各位乘客請注意本班級即將到達女朋友找不到 請把椅背拉到原本的位置並系好安全帶 現在時間是14點10分 請天氣溫還算正常 本班級即將於水上降落 好的各位旅客 我們現在已經抵達女朋友找不到 才剛下飛機就有禮物可以拿 我們來看一下是什麼禮物 10張機票 哪些什麼怪獸 怪獸 好貴喔 這禮物好貴喔 島主人超好 好貴喔 海外 走出飛機場 我們就會先到達商店街 走出飛機場 我們就會先到達商店街 我們就會先到達商店街 商店街會依著季節的不同做不一樣的裝飾 大家可以在入境后以及出境前 在这个地方悠闲的购物逛街 出境后不要忘记 来飞机跑到这边拍照、打卡、报平安 证明我们没有坠机平安到达咯 你以为下飞机之后就要直接进去旅馆吗? 错 导游要我们搬成一只间谍火鹤 融入野生动物之中 根据科学家调查 这些火鹤如果身上的羽毛越是鲜艳 就表示这些火鹤越是中二 这里就是生物观察家与科学家扎营的地方 他们靠着这些高科技装备 长久以来一直观察着这群火鹤 我们才得以窥知火鹤一直不为人知的秘密 除了研究火鹤之外 科学家们偶尔也会来这边挖采石油 接下来我们到中南美洲的丛林里寻找遗迹 导游提醒来这边呢 我们一定要记得打卡留念 嗯闭眼睛了 好没关系我们再来一张 烂相机 拍完一张照手机都要没电了呢 中南美祭坛中导 大家要记得来打卡拍照哦 下飞机后我们到现在一餐都还没吃 所以导游带我们来这片果园 新鲜现摘而且免费最好吃 吃完水果后我们就可以坐下来好好喝一杯茶 然后下一下围棋 而研究显示 如果三个人一起下围棋的话 其中有一个人一定是笨蛋 不是岛主 也不是我 那么是 过桥后有一片竹林区 这边使用了大量的日式家具 电视上说这些日式家具都有尖牙 我不喜欢 因为听起来很痛 而这片竹林也是中秋享乐的好地方 观完庭园后我们终于可以好好的吃一顿正餐了 那这边呢有很多摊贩 贩卖着各式各样的小吃 包括来自台湾的珍奶 这个杯子怎么看起来很像茶汤会的 除了各式小吃以外 更是少不了游戏摊位 这边有弹珠台 也可以捞金鱼 另外也有提供用菜刀射气球的活动 请问老板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真是适合全家人一起游玩的游乐设施呢 摊位旁边还可以眺望远景的奔塔 坐在这边吃着刚买来的臭豆腐 让自己完全融入自然里 尖叫化破漫长黑夜 香水透露你的方位 香味消失塞那河边 哈哈 听说这首歌词就是在这条河岸上写出来的哦 虽然不知道是谁规定的 但到欧洲我们就是要好好的坐下来 喝咖啡吃甜食 岛主带我来逛他在欧洲的城堡 右边有沙滩 左边有一大片的花海 岛主擅长下棋 我才跟他下完围棋 他又来下西洋棋了 你们看 对面的人要被他逼疯了呢 这里还有户外演奏区 岛主秀了钢琴 与大提琴的演奏给我听 但他不知道 这集我会把音缘给剪掉 接下来我们又来喝咖啡吃甜食了 我觉得岛主是要等我卫士到逆流 再从他包包里拿出一包胃药给我 我不能让他得逞 在沙滩上喝完咖啡 差不多就可以玩水了 这个地方其实还蛮像甜妇真新MV的场景 再多个萤火就可以围在这里唱歌 我把我的灵魂送给你 我是一首歌 半夜不睡觉出来假扮完甜妇真之后 我们就可以躺在沙滩上晒太阳 吹着海风放松心情 运气好的话 还可以看到海龟上岸缠染的情景哦 瞬间就又到了埃及 导鼠说 这是埃及三座最有名的金字塔 其中一座被宴后盖在自己家里了 可惜他不在家 没办法带大家进去看他的黄金马桶 这里是复活节岛 听说老高都会在这里拍片 想题材 不信你看这边还有外星人呢 今晚我想来点美式汉堡 但这家店好像没在卖 我是很想夸奖红色家具就是美 但岛主又要我喝咖啡了 看来真的是很想广告喂药啊 岛主居然在岛上建造了铁龙格斗擂台 这真的是男人的浪漫啊 不过你这套世纪木的装扮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这乐团表演的地方 上方有两座新型湖 他在双星湖中间建了一座婚礼小教堂 人家说婚姓是爱情的坟墓 在教堂旁边的另一侧 这一片坟墓就象征着这一点 根据统计 把大吉拉到岛上来的 90%以上呢都在让他顾坟墓 另外这片是中国古代皇帝的坟墓 有地位的人坟墓就是不一样 这一大片过于壮观的兵马俑 着实吓到我了 再看看这殿堂设计 也完全不马虎 除了龙椅上做的不是龙 而是一条鰻鱼之外 接着岛主带我进一栋房子 我以为终于可以进旅馆check in了 结果他开始cosplay起包青天 我只好哭着配合 但这房子还不错 刚在海边玩的纯深沙 可以在这边好好的洗个澡 看来这间餐厅提供给员工的工作环境 并不友善 参观一下厨房后 我被带到高级的日本料理店中吃饭 楼上还有海产店 但是我对海鲜过敏就只能参观一下 没有要吃哦 地下室则是仿造鼻鼓青石狼的家打造的 如果你现在还不知道谁是鼻鼓青石狼 请去把神剑闯江湖再看过十遍 行程来到了尾声 我们可以在希腊海岸拍照打卡 或者在夜晚时 讨论住在这边的古人 是怎么把那几颗星星想象成一个一个星座的 明明一点都不像啊 旁边这栋房子据岛主说 是一栋相当具有欧洲风味的建筑 进门后映入眼帘的 是一座罗马浴场 还好现场没有裸男在洗澡 不然这影片就会被黄标了 左边一侧有健身房 而岛主一进来就马上躺下要进行握推 我只好帮他补一下 另外一间房间则是温室 种了好多好多植物 我非常喜欢这个空间 在这边直播背景一定很漂亮 原来在浴场的右侧还有着蒸汽室 看来这一整栋设施都非常适合全裸进入哦 来到二楼图书室 可以看到室内两座雕像也是全裸的 提醒大家进入看书时 也要保持全裸的状态才有礼貌哦 享用完所有馆内设施后 我们能到地下室小酒馆 好好休息一下 但是我不能喝酒 请给我六成汁 另外岛上还有许多其他的小地方 等着大家来发现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专线 联络旅行团马上出发 防岛的最后一站 我们要来参观岛主的梦想家 即使是自己的家 也有着各种国家不同的风格 虽然每个人家里都会有一间和室 但岛主的这间和室 地板非常的不一样 他用了三种不同方向的地板 显示出岛主不凡的美学修养 比起罗马浴场 岛主自己家的浴室 就显得非常朴实无华 但有时快乐就是这么的简单 接着我们来到岛主的房间 他的房间采光良好 通风家 是岛上其他动物都无法体会的舒适房间 最后就是岛主家的车库 就是个车库 今天一日环游世界的行程就此告一段落 感谢岛主的招待啦 期待大家一起过来玩喔 经过这一趟旅行后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我觉得房岛的时候有被秦皇墓给吓坏了 各种意味上都非常厉害 也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你们喜欢哪个部分喔 也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集的呈现形式 下一集就是借看一下的最后一集啊 再请大家继续收看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